我們這邊問一下阿美老師 那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要小心身體健康 好 就是剛剛少年跟我們大家 分享的一些有關就是 話題在什麼樣位置 是 老實說我也是第一次聽腦 跟篤林哥一樣 是 對 但是我們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在命盤上面呢 我們有個最主要的部分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命盤上 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極餓宮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如果看到我們的極餓宮 就可以知道 你基本天生最大的弱點 以及非常要注意的部分是什麼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件事情 它分為極餓 它就是兩個字 極就是疾病的意思 代表你身體基本的體質到底如何 那餓的部分呢叫災餓 也就是所謂的意外 血光 外傷這部分 OK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名 來 第三名是 如果你的極餓宮上面 出現了七煞加火 中了 我們余祥全中了七煞 我先來解釋一下 我中七煞 七煞這顆心呢 在指揮斗樹上面的含義 叫做血光意外 也就叫外傷 所謂外傷就是一定會見血 或者是在骨頭 筋骨上面 比較容易遇到的狀況叫做 碰傷 骨折 或者是有一些神經傳導系統 互相的影響 也就是你身體的平衡會很歪 所以如果你七煞本格 是在極餓宮的話 非常適合做運動 非常適合讓自己身體消耗 舉例你去做健身 舉重 那是一個肌肉拉扯在還人的動作 所以其實對身體來講會有加分 所以祥全要注意的是這部分 那你沒有火星 沒有火星 有個比較大的好處是 火星組突然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的極餓宮上面是七煞加火星 你要注意的反而叫做 血光 外傷 意外跟車禍 你很容易因為是外部的關係 導致你的身體有所損傷 但如果只有單一七煞 比較容易是 你自己身體的本質就是偏弱 心骨 骨頭 或你在做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骨折 就身體的本質是這個樣子 所以只要看到了七煞跟火星在一起 我的建議都會是不管是開車騎車 不管是出外 甚至你在運動的時候 可以多去嘗試要讓自己動 不要停在原地 因為剛才就是說 如果你都什麼都不做 你的身體的損傷就會來得很快 而且它是一定會見血的 反而要多運動 反而要多運動 多去消耗它 其實我這個腳就是 打籃球打到斷掉了 應該說 前進這麼多人打籃球 為什麼你打籃球會打到斷掉 不是喔 我就是 被人家這邊撞了一下 然後跳下來的時候 我聽到啪啪 兩聲 十字燈大概就斷了 所以你現在一個人去打 一個人打 我跟別人一起打 一個人要怎麼打 很無聊啊 因為它的命盤上顯示是弱點 所以你七煞弱點就在筋骨 損傷 外傷這上面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遇到 比如說別人的結合功不是七煞 它可能打 像我打很久球 我也不會有所謂就是 像骨折或是斷裂 就比較不會遇到這種事 所以身體本質哪一塊比較弱 就像剛剛少年跟我們分享 你可能哪一塊會比較弱 你叫天生老天告訴你 而當然少年是長歪了 那命盤上只是告訴你 你的體質到底生下來的時候 DNA的遺傳下來 會不會有一點什麼缺陷 就會在飢餓上面 喔 要助力 對對對 它想起來不嚴重 所以不用太擔心 來 第二名 再來第二名 來 第二名是我們的 破菌加上情陽 這個情陽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破菌是屬於 比如說 外部損傷 可見的刀疤 可見的外部破相 以及不見血的身體脂破 肢體破碎 所以破菌的這顆形象 基本會有個大特點就是 你在這邊意外方面會特別嚴重 如果你看到破菌這顆星 你要非常注意出外的保護 或是出外的運勢 或出外的狀況 那你旁邊如果又多了情陽 就代表說這兩個合在一起 那個分數會特別高 也就是說你就特別需要注意 不管是一些 我都會通常看到這組合 我都會建議 比如說 不要太爬山 爬那種爬象山就好 就等於沒爬 然後你爬玉山 或爬那種比較高的 你就會發現比較累一點 會比較辛苦 受傷的機率會比較高 甚至一些高危險的運動 比如說塑溪 泛舟 或是那種潛水 這種類型都不要破 因為破菌也跟水相關 所以很容易在 急二宮出現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要把這些東西 給避掉 所以只要你祕團上面 沒有這兩個星象 基本上都還好 但如果你看到是這個組合 就要特別注意 在這方面上面 外部的影響 是意外血光的部分這樣 再來是我們的第一名 就是我們最不喜歡碰到的組合 在這邊是第一名是 陀螺加上零星 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這兩顆星象 放在一起 我先說兩顆都要到 這兩顆如果都放在一起 它有一個最大的重點是 你現在要馬上去買保險 保什麼呢 癌症險 它會在你身體裡面 累積毒素 而陀螺靈芯最麻煩點是 它會讓你發現不了它 你不會感覺不舒服 癌細胞會躲 對 它會閃 它的癌症因子會躲掉 它會覺得說 它不會讓你知道 你會覺得 你通常來講 急二宮出 我是陀螺靈芯的人 特別會忍痛 就會覺得沒有差吧 還好啦 我沒關係啦 的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的命盤上面的急二宮 是陀螺加零星 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絕對要正視 你自己命盤上的問題 是 包含每一年的健康檢查 甚至自己平常的飲食 而且陀螺零星在急二宮 通常來講 在生活上面 就會有一些那種 自我放逐的感覺 也就是說 熬夜沒差啦 多吃這些沒差啦 我吃一點炸的 然後半夜一直吃那些東西 然後喝啤酒 我都覺得沒有差 就是比較容易傷害自己身體 然後又晚睡 狀況就比較容易會產生 所以這個是有基本的 癌症因子的 那篤鱗哥的急二宮呢 有一個陀螺在 假地結 對 但是有地結 但是旁邊有一個右臂存在 對 然後聽觀眾朋友 雖然你的急二宮長將 需要有癌症因子 但你孩子的命宮 會是身體最大的本質 所以你的命宮如果很好 嚴格說起來就不會太差 像篤鱗哥的命宮 是天賦 然後又多了文昌跟文曲 就代表身體本質不錯 但是年紀大了之後 因為還是有陀螺在 所以還是要注意 那就變成慢性病 因為你有疾心在旁邊 變成慢性病 決定說一直在身體上的隱疾 長期累積下來 三高啊 哪裡不舒服啊 高血脂啊 這種只要吃的東西 多注意一下 嚴格說起來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謝謝老師 阿彌陀佛 講到你老師 就是說你還會很多 紫微斗數的新技術 說你最厲害的是 看出每個人身體先天的健康程度啊 應該是說 就是不能說新技術 就是新的理解啦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 這個神奇寶貝裡面的主角 叫噴火龍來上我們節目 是 不是 這個是一個人的樣子啊 這真的是噴火龍 對啊 這是哪裡像人 我看不出來 不是 它其實是一個人的樣子 然後首先 我們如果大家有看過 紫微斗數命盤 你首先會打開來 就是一樣這樣 十二個格子對不對 對 然後會有不同的地支嘛 紫醜以卯成四五位生有虛害對不對 是 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 紫微斗數有一個叫化技的東西 是 對吧 那你先天的化技在哪一個地支 就代表你那個部分天生沒長對 所以你一定不會好 對 那 首先這就是一個人 但是這個人呢 它是怎麼樣 它是有點頭往右轉 然後身體往右轉 但腳是正面的 這是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頭嘛 所以五位代表是你的頭 然後這個位位 代表是你的脖子 所以如果你位位有化技 代表你脖子天生沒長對 然後接著是它的左手跟右手 左手 對 右手 然後再下來是胸跟背 所以我們看到 臣衛跟有衛是 胸跟背 對 胸跟背 然後再來到了這個 卯位跟虛位 就是你的肚子跟你的後腰 卯癮 對 那癮就是右腳 然後醜是肛門 肛門 對 然後 我畫了一個屁股 對 然後紫是這個 大腸 也可以講大腸 可以講就肛門這一段 對 因為現在大腸 直腸 然後 紫衛就是下體 生殖器 對 生殖器 胎就是左腳 大概這樣 然後你這個沒有長對呢 你只要找物理治療師 照超音波 一定是非常容易看出來 因為你那個肌肉的結構不對 所以你長久用久了之後 就會出問題 大概是這樣 老師我剛剛查了一下 我是太陰畫技 那你就是左手 左肩膀沒長對 你如果去看的時候 你常常會肩頸痠痛 或不舒服 那是因為這一段會拉到 然後這個位置如果 真的 好準喔 前一陣子高慌才在那邊 喬半對 對 那就是天生沒長對 所以它就是不會治好 但是你可以舒緩它 然後這個畫技 還會衝到它的對攻 所以你的右腳 也容易不舒服 是因為這個肌肉拉到 對 它拉到的右腳 這個在物理治療師上 是可以看出來的 欸 這個講法我們倒是第一次聽說欸 欸 我覺得感想其實非常多啦 但我挑幾個重點講 第一個就是 湯特老師真的很帥 然後艾美老師真的會講 講到聲淚俱下 我覺得這個感染力很厲害 然後再來是艾菲老師 過得真的蠻滋潤的 代表我覺得命理師 做久了是一條路啦 所以以上呢 欸 幾點都讓我覺得 哇 今天學習收穫良多 希望未來再有機會呢 我也成為滋潤的一份子 謝謝大家 謝謝 每天只 doing 每天都沒出過 找一個看不出來 做了 我得來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 我愛和你 謝謝大家 我們拍出 謝謝大家 我們拍出 支持大家 感谢观看